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家庭 最近在新西兰是引起了渲染大波 他们的各种恶行是被媒体报道了 根据网友们的接力举报 可以看出这家人从大闹航班入境新西兰开始 再到新西兰境内赖账 偷窃 随意扔垃圾等等 那么这家人粗俗无理的行为 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是曝光在了公众面前 新西兰移民局已经是启动了程序 预计要将这家庭驱逐出境 移民局的高级官员Peter在一份声明中说 移民法赋予了移民局将临时签证的持有者驱逐出境的权利 驱逐理由包括个人品行问题等等 那么根据移民法 收到驱逐令的人士在28天的时间内可以申诉 他们也有权在驱逐令生效之前自行离开 最近几年 旅游行业在新西兰的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占比是越来越重了 新西兰也是一个致力于为游客提供良好体验的国家 这一家12口人在新西兰因为粗俗无理的行为是屡上新闻头条 现在还上了法庭 在这家人的角度来看 新西兰非常不友好 总是有人挑刺 然而这样的挑刺行为却得到了大多数新西兰人的支持 网上声讨这一家人的声音是此起彼伏 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和平友善的国家来说 这样的游客显然不怎么受欢迎 我们也希望这家英国人的新西兰之旅 能让他们留下一些经验和教训 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做出一些改变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新西兰西丰盛湾警方计划和陶朗家市政府合作 利用监控视频来抓超速行为 那么从这个月开始 当地警方将利用 市政府安排的370个监控摄像头 找出这个城市里最糟糕的驾车者们 当地的一名高级警官表示 这些摄像头安装的路口都是非常适合来抓超速的 也有的是在高速的路口 其实在这之前 警方也是曾经利用 CCTV监控来寻找违法的司机 但是最近的一起事件是让警方重新认识到了 这个方法是非常的重要 当时有一名男子是驾车冲铁路的关卡 和一辆急驰而来的火车是擦肩而过 非常危险 那么警方找到这名男子时候呢 他是极力否认 面对警方的铁证如山 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视频 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 那么CCTV监控摄像头的存在呢 也会让驾车者们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 因为他们知道会有人在注视着他们 然而使用CCTV监控画面呢 也面临着隐私问题 新西兰隐私专员指引中规定 任何使用CCTV视频的部门 必须有如何收集和使用这些监控资料的详细规定 而陶朗家当地市政府的相关政策呢 还在制定之中 律师就表示了 在新西兰CCTV视频呢 可以被用来执法 但是必须是在合理和有限度使用的情况下 那么他也指出警方使用这些视频的时候 必须证实这些驾车者确实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 对此呢 当地警方和市政府的代表都表示 他们会确保合法使用这些视频的资料 好 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新闻 昨天晚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宴请克莱姆森大学的橄榄球队 为他们庆祝全国冠军赛的活动 目前呢 美国政府是已经关门了25天 刷新了美国的历史记录 美国的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处于停工状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白宫的厨师也没有上班 所以呢 这场美国国宴上总统拿出来招待大家的是 麦当劳 汉堡王 以及一些披萨 特朗普说 我请他们吃伟大的美国菜 我觉得那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接下来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目前来看呢 这些年轻人还是挺开心的 这样一顿特殊的国宴 也许呀会成为这些年轻人心目中最特别的一顿快餐了 好 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WTV News正点播报 再会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敬伟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的 在今天新闻今日谈的新闻当中啊 非常的多 从英国的下议院投票 一直到这个高等法院的这个审案 那我想我们首先把目光拉到国内 关于今天早上高院呢 对于来自英国背包客的命案 这个今天是第二次将凶嫌呢 这个传讯到法庭上 对 但是呢被传讯的这位凶嫌呢 他现在是指控对背包客Gris进行谋杀 但是呢他对他这个罪行是不认罪的 那么是今天早上他出现在了奥克兰的高等法院 那么因为他的不认罪 所以说呢他是将于2019年的11月4号 再次的接受审判 我们都知道22岁的这个Gris 是于12月1号在奥克兰的一家旅馆失踪了 那么这个12月2号 因为还没有回复他家人的生日信息的时候呢 他们的家人才开始担心 他可能在奥克兰开始遇害了 那么在一个多星期之后呢 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城市郊区的 瓦塔克里山脉的灌木丛当中 那么他的死亡呢 也是引发了全国数千人参加这个各地的首业活动 那么部分原因呢是抗议新西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但是今天早上呢 当这个27岁的这名男子啊 27岁的这名男子被法官问就是认不认罪的时候呢 他对于说他对于Gris的凶杀案 他表示不认罪 所以说呢他现在的名字还是没有公布的状态 是的 那当然这一名男子啊 这个目前来说呢 进入司法审判不认罪的这个过程 在稍早的时候呢 我也问了这个刑事律师啊 他们的说法这个程序现在就变成是这个 进入了这个比较这个复杂的审判阶段 因为第一呢 法官把时间定在11月4号 就代表呢 因为一般像这种庭啊 就代表大概要有这个陪审团 而且是会有四到六周 所以呢在这个警方的检察官部分呢 会把这个时间要求在11月呢 最重要是可能证据的部分呢 要非常充分 对因为你想现在才1月份 1月中旬要到11月初 中间起码有10个多月的时间了 准备 对完全就是在准备证据之类的 因为在纽线的法律上 你要让一个人的谋杀罪成立啊 这个责任是警方的啊 警方呢不能说呢 因为你最后啊 大家看到你跟这个啊 这个Grace在一起 所以你一定是凶贤 是 那要举证啊 譬如说呢 有没有目击证人 嗯 嗯 有没有这个凶器在哪里啊 醒凶的东西什么 现在没讲啊 那这个凶器找到了没有啊 然后呃在弃尸的过程中呢 有没有目击者 嗯 有没有人帮忙弃尸 是啊 因为你要把一个人呢 抬出来那个合不合理 能不能怎么抬的 那中间有没有人看到 嗯 还有他租的这部车 是谁开到逃坡啊 去丢的 逃坡 逃坡 因为那部车呢 当时这个凶贤啊 在奥克兰市区租了一部Toyota Tora 红色的对不对 嗯 开到西区呢 气势之后呢 那部车长就开到了逃坡 丢在逃坡 凶车是在逃坡被发现的 嗯 那当然呢 这个中间呢 有没有第三人啊 嗯 介入 对不对 嗯 还有凶器 警方找到没有 因为命案现场 嗯 第一命案在哪里 第一命案现场 他行凶的时候是在酒店 还是在西区 嗯 还是在车上 你这个一定要有证据 对 而且之前我们也有让大家帮忙寻找一下 那个铁丘铁铲 铁铲子 对 那个铁铲 但是到警方也没有说那是不是凶器 或者是他的用途是什么 但是呢 嗯 这个男子今天是没有认罪的 所以说这些所有的细节还是不能公布 就非常的复杂了 那他的名字呢大概顶多是到一月底啊 嗯 那法官如果认为呢 他的名字已经没有匿名的必要的时候呢 嗯 就会公开 那现在最麻烦的是警方的检察官需要大量的人证物证 嗯 所以警方到今天呢 还是希望各位如果在去年这个12月这个等于是2号 对2号之后的那一个星期或前一个星期 你有看到铲子 嗯 红色的corona车子 或是看到某一个你觉得很奇怪的男人或怎么样拖的一个什么箱子或一个包或什么任何可疑的东西去跟警方说 对因为现在警方我们也讲了他是在这个收收集证据的这样一个阶段 是 所以说呢当然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能够有这方面的证据或这方面的就是目击证人的话 也是尽快和警方进行联系 是的 不然得要拖到你看这个11月4号 因为命案呢 嗯 这个构成的要件呢 这个当然今天警方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啊 嗯 应该是天有神柱啊 居然很短的时间发现了死者的遗体 嗯 一般来讲呢有的时候呢这个这个失踪没有找到那他是被谋杀还是他失踪 这个是一个可能失城大海一辈子 对而且像纽西兰这种又是自然环境特别的就是也没有经过什么破坏的时候 很好藏这些东西的 对 你真的是 可能30年后被人发现一堆白骨 那谁是谁呢都逗不拢 对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这个案子对警方来讲 现在最有利的是在第一时间呢这个已经知道嫌犯是谁 嗯 我以前有些案子是只有死者 只有失踪 不知道嫌犯是谁 对不对 连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没有 现在第一警方比较有利的是啊 这个嫌犯已经啊逮捕被逮捕了 关起来了 嗯 第二呢 这个大概也拜现在CCTV的方便啊 有拍到一些录像 他们有共同进出 嗯 这一点部分呢 就可以证明他们当时在被害前一晚 他们在一起 可能是最后一个接触的人 对 那警方一直没有讲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尸体啊 是是有人看到可疑去报案 还是呢有人散布发现去报案 是 还是这个可能啊 协同弃尸的人呢去报案 嗯 啊这个过程就是现在警方都没有讲因为要打官司嘛啊那这个被告呢他一定会去请一个律师当他辩护律师然后呢这个警方的检察官呢跟这个辩护律师呢他们会在11月4号到法庭上 嗯 嗯所以我们知道也不能讲了对对不对 这个所以说也提醒我名字都写的这段不能念 告當事人得到不公平審判 理由是在還沒有可以公佈的時候 媒體已經公佈了 這個法官可能到時候真的會把那些 所有陪審團做出的決定要求重審 哪怕大家都說他有罪 對不對 但是英國那方面如果是公開了 不影響我們這邊的判斷 我們第一 司法管轄權 英國不歸我們管對不對 他不能以英國那邊來打我們這邊說 因為我們不能說這些我們陪審團員是英國人 我們的陪審團員都是QE 所以你不能無限的去找一堆的理由 來認為這個證據不能成立 對不對我們曾經講過 美國OJ Simpson那個殺妻案 那個證據多確鑿 但是其中就因為有一個關鍵 就是這個警察跟這個OJ抓到他的時候 這個警察理論上在當事人的律師都還沒來的時候 他不能取他的口供 結果他就跟OJ說 這個到底刀子在哪裡 OJ這個人就說刀子就在那裡 什麼血液我藏著哪什麼 那警察就很熱心啊 就把那些東西都帶回去 但是後來在訴訟的時候呢 OJ的這個律師啊很厲害啊 對不對聽說一小時都是一萬美金起算了 對不對你想打官司要打多少錢 他就說這個是在不當的情況之下取證 那這個證據呢就不能認定它是證據 法官居然接受了 所以OJ殺老婆那件事情啊 就給他逃過一劫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事情呢 所以非常的小心 但是今天這個案子啊 在稍早的時候呢 我們也看到總理啊 做出了這個 道歉和認錯 對真的代表所有的紐西蘭國人啊 對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遺憾 非常的抱歉 認錯 其實呢我們之前也討論過 總理道歉這個事兒 就是大家是說是可以道歉的 但是的話呢就說你能不能說 不要代表全部紐西蘭人進行道歉 對這個當然各有各的看法啊 但是已經到了總理的地位呢 都出來道歉認錯 看得出來啊 這個畢竟來說呢 紐西蘭跟英國的關係啊 是一直是一個延續嘛 對不對 他們不只是這個只是友好國家 他們基本上有血緣嘛 對不對 親戚 對不對 所以呢Grac呢這個一個 但是在畫面當中呢 那個穿綠色衣服的是他爸爸 那中間呢是媽媽 還有兩個兄弟 他們家呢在基本上他爸爸在英國是建築商 是算富翁級 對蠻有錢的 對 那他當然呢大學畢業之後呢他希望呢能夠去看看世界 所以他就到處自助旅行 就沒想到呢來到這裡之後 非常短的時間沒幾天就被遇害 對好像是有媒體說是通過一就是社交軟體 交友網站 交友軟體對和就是這名嫌疑犯取得的聯繫啊 所以這個悲劇發生之後呢他爸爸現在非常的難過啊 也在這個警方新聞發布會上面呢講的是痛哭流涕啊 他也說我女兒是紐西蘭人啊 因為他覺得不管怎麼樣他不恨這個地方了 他當然你想自己女兒養那麼大對不對被這個被別人這樣殺害 你換誰會不難過 但是呢他覺得不管怎麼樣我女兒花樣年華死在紐西蘭 所以呢我認為我女兒啊是紐西蘭人 所以當時你剛前面有講到在這個守夜過程中呢 這個全國各地啊大家都出來幫他守夜哀悼 對當時我們新聞當中也講了在全國各個地方 對都是有幫他進行守夜活動 而且對當他屍體找到了當天還是第二天晚上 我有路過那個往PHA那個方向走的圓環 大家就有自發的送鮮花 然後拉點蠟燭發拉那個白色橫布 就對他表示哀思嘛 那當然來講呢郭瑞士的這起命案呢 這個暫時啊可能就細節就一直就不能再講了 一直要等到呢11月4號高院再次開庭的時候呢 隨著審判過程 我們才能夠慢慢知道整個兇嫌行凶的動機 是預謀的還是呢這個沒有預謀的 是什麼樣的情況啊用什麼樣的凶器怎麼樣 最後怎麼棄屍但是有沒有共犯 對但是這個嫌疑犯的樣貌和名字的話 可可以不要等到11月4號這還是要看法官 法官高院只要把禁制令拿掉 拿掉以後我們就給大家看 照片也準備好 名字也準備好 但是我們守法 不能公佈 我們守法 我們不能公佈 那當然呢這個對於這個貴士來講呢 我覺得這起案子啊 應該要有一個公平審判的機會 至少對死者來講呢不要變成冤案對不對 否則的話呢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因為就像你說的花樣年華也是來到紐西蘭這邊旅行 以為是在交友網站上認識了一個朋友 結果沒有想到就是命送新西蘭 就是人渣真的是啊 就交朋友要小心啊 是碰到這種人渣啊 真的是很冤 好那講到這裡時間的關係稍稍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講到另外一個 也是今天法院開庭的命案啊 那跟華人有關我們一會見 一會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 我是David鄭敬偉 大家好我是Summer 是的 話說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們也聽到在奧克蘭的東區啊 有一起這個命案跟華人呢有關 那當然呢這個原先對於 這個當事人的一些資料也是保密 有很多朋友就 因為剛好和那個Grace時間重合了 很多朋友就說 幹嘛Grace搞得那麼盛大啊 就是偏偏華人遇害了沒有什麼說法 是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很多具體的細節 是而且呢第一時間呢 兇嫌啊向警方自首啊 那當然呢這個細節呢 隨著當時是都沒有公開嘛 那誰也不能講 雖然我們也聽到了很多的這個訊息啊 但是基於這個政府的這個法院的規定啊 所以在今天那開庭了 那開庭了之後細節就都出來了 對可以跟大家先講一講啊 是 事發呢我們都知道是發生在12月10號晚上的10點鐘左右 奧克蘭東區的Fla Bush發生了一起命案 警方呢是收到了一個女性被襲擊的報案 在到達事發地址之後呢 女性已經頭部受傷 並且倒地昏迷不醒了 傷者是立即被送往了 Mindmore醫院 但是因為這個傷勢過重 最終是不幸 不治身亡了 那麼在1月16號 今年2019年的1月16號 法庭的姓名保護令已被取消 媒體現在是可以公布被害人 是為34歲華人女子王熙 如果大家在看電視的話呢 也就是電視屏幕中的這位戴墨鏡的女子 33歲的男子Bisley在奧克蘭高等法院 是被控一項謀殺罪 那麼這名男子是被害人的前任伴侶 也是他孩子的父親 那也就是他的前夫了 那麼王熙呢 現在有一個非常年幼的孩子 據了解呢 在那場致命襲擊案發生的時候 他的孩子還和他在一起 所以說呢 根據法庭的要求 孩子的姓名是一直要需要被保密的 是 那麼去年12月12號 Bisley首次是在這個 曼努卡地方法院受審 面臨一項這個謀殺罪 法院文件顯示呢 他是住在Utorua 是一名農場主 據了解呢 他和照片中這個女士是伴侶關係 已經分居了一段時間 所以說呢 那這個當警察趕到現場時 一名男子主動聯繫警方 聲稱要對這場暴力負責任 是 那當然這種案子呢 同樣是兇殺案 那這一起案子呢 就比較單純是 兇嫌第一時間呢 自首 自首了 那第二呢 在法庭上呢 當然他也就認罪 他自首其實就是認罪 是 那現在呢 再來就是要等宣判 那法庭呢就沒有陪審團 不需要再什麼辯護律師啊什麼都沒了 所以說像Grace那個案件 他之所以要有陪審團的原因是因為今天那個男的沒有認罪 對 這個男子就是 認罪 就是他的前夫認罪了 認罪 就不需要那麼麻煩的一些事情 他只要可能大概兩個月 一般那兩三個月之後呢 法官就會宣布日期啊 那這個被告呢 這個兇就等於是這個應該是這個兇嫌了哈 他就會出庭聆聽判決啊 那當然呢這個法官會衡量這個中間的 這個是屬於預謀的還是沒有預謀的 就在量刑的時候會不一樣 對就看到時候可能什麼震盪防衛啊 或者是 也有可能 如果說呢這個男的在來到Fly Bush之前呢 他特別去買了一把刀 嗯 那就代表他是預謀的 但如果他沒有帶刀 他臨時呢在爭執當中啊 失守啊 那他可能呢 這個法官的量刑就會參考這些細節 對 就是比如說像他也主動的說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可能也會考慮 自首會減刑 對可以考慮一下警方會考慮這個因素 嗯 但是看來這個這個這也是個悲劇啊 因為畢竟來說呢感情的事情啊 解決的方法非常多啊 對 那用這種暴力的方式解決是最最最最下下之策 對不對 因為男女之間大家交往彼此都有感情嘛對不對 你說朋友大家生氣呢 所以我不跟你講話 但是這個愛情的東西啊 有的時候愛的越深 恨呢也越深 沒錯 那但是啊你來到紐西蘭之後 你會發現呢 在這個Kiwi的社會當中啊 他們對於婚姻的概念呢 就也不能說他們淡薄 他們比較淡然 啊 嗯 他們覺得好聚好散 而且從這邊比如說他們同居可能兩年就算是在一段婚 伴侶關係 伴侶關係了 對 也不是說像國內我非得要我一張紙 對對對 這也不需要 對才能夠確立我們倆的關係 對對對 好像呃 可能以中國傳統的角度來看 是覺得他們不負責任 嗯 但是的話呢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 我覺得恰好是 對這個婚姻最蠻好的一個解讀 比較就像您說的 比較的 嗯 怎麼樣淡然吧 因為紐西蘭的法律呢 叫做婚姻無過失的這個概念 嗯 婚姻是沒有對與錯 嗯 那過去呢在台灣啊 我們以前常有呢 這個所謂的這個 譬如說老公啊 嗯 在外面有小三 嗯 那呢這個老婆啊 就要這個去抓姦 啊抓姦之後呢 就可以控告這個小三跟老公啊 通姦罪 喔 台灣是有這個罪的 對對對 叫通姦罪啊 那基本上呢 這個老公只要跪的地上求饒 一般呢就可以不告 那老婆就告小三 所以台灣以前常常有很多小三啊 只有淫婦都沒姦婦 姦婦都跪的地上認錯 對求饒 就逃過啊 是 所以在那種叫做婚姻是有過失的 嗯 所以曾經呢在過去啊也有過就是說 因為呢 這個老公譬如說有小三 嗯 兩個鬧離婚 法官啊甚至啊 會叫這個老公啊 多拿一點錢給老婆 賠償老婆的精神損失 精神損失費 嗯 好在紐西蘭呢 都都沒了 沒有這什麼姦夫淫婦 老公呢萬一真的有小三 那就讓他去吧 對不對 這個老娘不要了送給你 就是好像嗯 就國內 可能在台灣把感情定為 比如說出軌是一種責任 有責任制 這邊的話就覺得感情是無非對錯的 沒有對與錯啊 如果真的不愛對不對 你的法官跟那個老公規定說 你回去愛你老婆 他也不理你啊對不對 所以啊 在紐西蘭的法律叫婚姻無過失的概念 就是大家對於婚姻這個事情 或感情的事情啊 要要冷靜去面對 當雙方真的沒有愛的時候 大家就很平淡 好去好散 分手 所以呢我看過很多Kiwi啊 他們離婚之後啊 這個兩個都還是好朋友耶 夫妻兩個都不能說 因為前夫跟前妻啊 他們兩個還是好朋友 對不對 但是 我還認識一個喔 他跟他老婆離婚 他老婆有很多出租房 這個前夫呢 就說啊 你找人家管 我免費幫你照顧 可能我在國內接受的教育比較多 我就很難夠很 比較難理解 他們兩個很好啊 他們兩個經常出去吃飯啊 那這個前妻還非常謝謝前夫啊 所以你幫我看房子啊 對不對 那就可能從伴侶關係變成了 男知己和女知己 他勝任的老公一起參加 一起去吃飯 那就是我們的話 早就把打成一團在地上扭了 對不對 他們說我先任老公跟我請你吃飯 前任老公也很高興啊 大家就去啊 三個人坐著吃飯很久 對有可能是 就是成長的環境 接受教育的環境不太一樣 所以說就會對問題的認知態度會產生分歧吧 也不能夠說我這樣的認知是錯的 或他們那樣的認知 也不能說老外一定是對的 對所以說那這個就是各說各話 但是感情啊 不能保證 萬一有一天真的走到那個點上的時候呢 雙方還是很理智 好朋友嘛對不對 你把那個從 大不了就是老死不相往來 最壞的那一步是吧 想開一點 否則你心中會糾結一輩子 因為否則你心中會糾結一輩子說老死不相往來 那個臭男人呢 譬如說喜歡去那餐廳 我以後永遠不去啊 欸可是那餐廳很好吃啊 對不對 那你應該去 讓那個臭男人不敢去 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 對對對 所以坦然一點啊 但是說歸說做很難啊 但是總覺得呢 這個如果弄到最後大家要拼命啊 那實在不值得 對比如說就這個案件來說 Flobush這個案件來說 當就是這個男子行凶的時候 孩子還是在在場的 對啊 當然他知道那孩子是他的 對不對 他沒有下毒手 對不對 那當然呢 他們兩個也不外乎就是一個感情糾紛嘛 對 就是個感情糾紛嘛 對不對 弄到最後 是他的錢已經是分居狀態了 也不知道 現在也沒說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幾年前呢 這裡有一個很很玄的案子 到現在呢 都是個羅生門 說當年呢 有一個華裔女子呢 跟一個kiwi男子啊 兩個就結婚了 那結婚之後 他們生了一個小孩 但是後來因為感情不合呢 就分居 孩子呢 就給了媽媽 這裡基本上都給媽媽 爸爸付散養費 那但是這個孩子呢 跟著媽媽 一段時間之後呢 媽媽要準備結婚了 有新歡嘛 要結婚了 就準備把孩子啊 送回國內去 說呢 這個我也不能給你爸啊 但是呢 你回國啊 回去 那這個兒子呢 就跑去找這個生父 他的前夫 說啊 我不想回去 我 因為他畢竟跟那個孩子 有那麼多年感情嘛 他們離婚的時候 他好像都八歲了 那父子之間還是有感情啊 大家都還不錯啊 所以呢 他就跟他講 講半天 那這個 因為這個kiwi啊 年紀比較大 他就說好 他就去學校 就接了他之後 他們兩個 就人間蒸發 沒了 他的八歲的孩子 他的 就是這個 這個孩子的爸爸 跟這個孩子 從此人間蒸發不見了 他房子哦 都丟了都不要了 叫他朋友說 你幫我處理 他的車子呢 在南島一個懸崖下面 掉到海裡 但沒有屍體 警方哦 用了各種方法 把那個車子掉出來 車子上沒人 但居然懸案 到現在都懸案 就不見了 有些人說 看他們在塞裡面 父子兩個人在露營 警方也去找 也沒有 那有些人說呢 他們呢 開直升機出國了 到底在哪裡 迷 現在都還沒有找到屍體 沒有找到 那他們就不知道 以什麼樣的身份 進去活著還是 他不可能去死啊 因為他覺得這個 小孩子 很痛苦 但法庭判給媽媽 對不對 他不能主張 可是他又很愛這個孩子 他說好吧 我帶你一手 抱歉 那個孩子不是他親生 是他的 記 記子 但是呢 他們有共同生活八年 我記錯 這個 這個 女子 跟這個 QE結婚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孩子 對 所以呢 這個 來說呢 這就是我 但我相信這個男的 不應該 應該不會 帶著這個 小孩子說 我們兩個一起去啊 尋短 對 他應該帶他逃了 但是不知道是在 可能哪座山頭 聽說朋友全部掩護啊 聽說 聽說在 謊報說山裡面有人露營的 是他朋友 哦 有可能是謊報 說 警方啊我看到 山裡面呢 有一個 一個中年人啊 帶了一個小孩子 在露營 哦 警方大隊人馬就 奔到山裡去 可能掉虎離山 都不一定 有可能 他們兩個就不見了 好 那時間關係講到這裡 我們搜索休息待會兒 繼續新聞經事談 我們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各位聽說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三段新聞經事談 我是David 鄭經緯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剛才我們正在商量 商量啥的 1月19號啊 對 那個新春嘉年華要怎麼樣 讓大家覺得 哎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是 讓大家 我們已經想好對策了 對要是大家怎麼來 玩的開心 說不定還能種 種點什麼小獎什麼的 就更好 就是反正來呢 絕對不能讓大家 空手而歸啊 沒錯 對不對一定要收穫一下 所以呢我們剛剛兩個 已經研究了一些 這個一定要帶給大家 對策 對策 不能說對策應該是一些招式 是 對不對 因為我們等於是要 天橋那個 下面賣藝的嗎 沒有我基本 帽子都準備好了 你在台上表演 我下去收 希望到時候 我們倆能夠有豐碩的成果 收集到的錢 就買些小禮物 然後再送給大家 送給大家 好 那希望大家1月19號呢 一定要來到我們這個 新春嘉年華的現場 對The Trust Arena 的現場 那工作人員今天啊 封城瀑布啊 對 我看他們呢 哇一大群人都已經去了 他們已經去了很多次了 開會 開現場 潮場地 水啊 電啊 那個什麼各式各樣的問題啊 千頭萬許 就為了迎接大家 雖然是我們說主持人 經常跟大家見面 互動 但是呢也是特別非常要感謝 在這個幕後 幕後默默付出的這些工作人員們 我覺得他們才是 我怎麼講呢 有好的晚會 我覺得最重要的工程也是他們 還有你沒看我們這種總導演 腳都扭了 好辛苦啊 今天稿子都是自己 我自己去打 對 所以這個各位一定要來 因為我們的籌備啊 大概有一年的光景 在過去這兩個月呢 我們其實進入倒數計時之後呢 高度密集的準備啊 每天不斷的開會開會開會 禮拜四啊所有主持人啊 還要走一遍 走台 要唱那個拜年歌 恭喜你發財 對不對 中間還要有表演 對不對 這到時候大家一定要看啊 這個都是 到時候一定不能錯過的 好來再來 我們要跟各位談到的新聞 就是關於英國的軍艦 沒錯 那麼是一艘英國軍艦呢 已經抵達了Davenport 進行為期五天的訪問 那麼開始全球環境和安全部署 這一艘軍艦呢 叫做蒙特羅斯公爵號啊 是20多年來停泊在該基地的 第一艘皇家海軍艦艇 這艘這個船呢 開始為期三年的航行 目前是處於初級階段 已經訪問了智利 復活節島和皮特凱恩群島 在前往新西蘭的途中呢 這艘船是加入了一場反對 亂扔塑料垃圾的全球行動 並且呢是記錄了太平洋 四個島嶼的污染情況 船上的工作人員還用一架直升機 再包括這個皮特凱恩在內的 偏遠島嶼周圍拍攝塑料的照片 環保人士呢 今年會利用這些島嶼 進行清理工作 這艘軍艦呢 預計會訪問四大洲 最終抵達是位於 巴林的新英國海軍支援設施 在海灣地區進行部署 是的 那這艘船呢叫做蒙特羅斯公爵號 講采這艘船呢 這個二十年之後呢 首次英國的軍艦來到紐西蘭的軍港訪問 但實際上呢在稍早之前呢 去年九月的時候 英國突然呢就也開始參與了這關於啊 南海自由航行的這個行動 當時呢就派了一艘這種類似的這種 登陸艦在這個南海啊這個通過 那當然中方也表示啊 這個你不能夠啊進入我的領海 那英國說呢我們要保持啊 南海的這個自由航行 南海那麼寬對不對 他要自由航行 他就走了一趟 那之後呢在九月沒有多久之後 英國政府又宣布 決定啊要派軍艦 在這個新加坡啊駐紮 四年的時間 那這艘船呢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現在在德蒙普爾的 蒙特羅斯公爵號 是這艘船呢其實不搭 它是一個護衛艦 我們在圖身後的這個就是這艘軍艦啊 確實好像也沒有特別的大 它是四千多噸 好像要是要走三年嗎 它會在新加坡 駐紮在新加坡四年 那這個當然沒事呢 就要通過一下南海 出去自由航行一下 它從新加坡到紐西蘭 一定要通過南海一下 然後它從新加坡到澳大利亞 又要通過一下 好的 對沒事就要常常通過一下 要宣示這個自由航行的 對這個英國啊說真的在這個節點上呢 實際上蠻困難的啊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啊以前叫大英帝國 對不對 日不落帝國 是很牛很牛嘛 後來蔡依林還寫了一首歌 日不落 跟這個沒關了啊 好那就代表呢這個大英帝國當年啊 威武對不對 那跟他們當年的海上霸權啊 有一定的關係對不對 那從這個18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呢 英國啊那個財力啊物力啊那種殖民地啊 扶搖直上 好那這個當然現在苦哈哈的 三點之後再談他脫歐 現在的問題是啊 他其實啊他一直啊 雖然沒有帝國了 但他還希望有那種帝國的那種 精神嗎 驕傲那種那種貴族血統 因為對他因為他已經養成那種 就像您說的比較驕傲那種貴族血統了 投機不下來 對一招你讓他過平民的生活怎麼可能 所以美國說欸南海要自由航行欸 因為我說對啊對啊對啊 那研究了半天呢 最後挑了一艘4000噸 4000噸很小啊對不對 護衛艦 護衛艦的概念是幹嘛 他不是單打獨鬥的啊 護衛艦是跟那什麼航母 旁邊守護的 旁邊對不對 因為護衛艦上面都是什麼 防空飛彈 都是防空飛彈 它上面呢最主要攻擊武器啊 不是呢前面的小炮 那個小炮是海盜啊來的時候 砰砰砰砰打兩槍 真的要能夠動的傢伙啊 就是他船上帶了32枚防空飛彈 就是這個護衛艦上面 護衛艦 他護衛誰呢 他護衛那個行動比較慢的 航母啊或是那種大編隊 他在旁邊護衛 就他是保鏢的角色 對 結果呢英國就派了一個保鏢去新加坡 對不對 那護衛誰呢 護衛南海嗎 護衛美國的艦隊 好 那這個總之呢 這護衛艦就來了派了 對不對 你說要派 我有去 好最後挑了半天 派了一個這個就來 蒙特羅斯公爵號 對 那當然呢這一次的到訪呢 這個對我們來說呢 以後啊他可能會常態 大概一年可能都要來那麼一次了 就常常要通過一下南海 南海 保證自由航行 對但是美其名媛呢 是來探望一下我們 對啊 他們不然去哪 那中間一圈就繞回去挺丟人的 可能在中間釣掉魚什麼的 然後再回來 就像說有沒有人請你吃飯啊 你說哎呦呦呦呦呦 誰請我 不然講半天都沒人請你吃飯 那也不好意思嘛 是 對不對啊 所以一定要有點面子 對你看包括這個說 他們在太平洋島上 關於一次環保行動 對嘛 什麼海軍去管海洋拉他機 你不是搞笑嗎對不對 那是綠色和平組織的事啊 對不對 他在那裡搞什麼什麼海洋垃圾 這個呢有一點點呢 大 大財小用 大財小用 也太小用了吧 但是的話呢 他如果不做點這些事情的話 你要他趕走一趟 好像也沒有什麼新聞可以報到 對對對 因為也沒什麼潛水艇啊 也實在沒什麼事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 開到中間去釣了一條魚又回來了 對所以一定要找個理由走那麼一下 好所以呢現在事情的演變呢 他就變成了來這裡訪問 所以這次今年會來呢 大概明年後年大概來四年嘛 是 等到四年後再回去再換別逃嘛 就他 所以說呢他這個軍艦 我們都知道他的潛在的意思 就是 潛台詞啊 潛台詞啊 潛台詞就是說要在南海試一下威 對對對 但是呢他也給自己 刺激一下中國 對但是我乍一看這個新聞 他也給自己的活動安排的挺滿的 今天去這兒待一個幾天 明天去那兒做一個什麼活動 他今天跟那個 紐西蘭海軍運動比賽打橄欖球 就打打球啊 大家聯誼一下啊對不對 輸贏不重要啊 因為船上水兵你要知道很悶啊 對不對那幾百號人 每天關在那個艙裡面很無聊啊對不對 那上了岸要活動一下筋骨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也不能讓他們去別的地方 好好好 打打球 結果還有儀賽對不對 晚上呢大家就吃吃飯喝喝酒 是 對不對 繼續呢再改天呢就回去了 要自由航行回新加坡了 你好 這位朋友你好 他電話壞了 對有一點 他電話壞了 沒關係要換一支 因為最近華為都打折 可以換一支 其實華為在紐西蘭海軍 我覺得還滿貴的 滿貴的 滿貴的沒有在國內便宜啦 真的 那當然拿國內筆啊 那什麼東西都貴十倍 真的 我有一個朋友從就是紐西蘭回國 帶了華為的手機回去 沒有拆封的 過海關的時候 海關非常的詫異 說欸華為 他就說 意思就很詫異說 你幹嘛到中國來買 幹嘛到紐西蘭買 其實呢 其實有很多人買華為了在這邊 對對對我知道還有很多華粉 華粉對 他們最喜歡的是他的照相功能 哎呀照相功能真的太好了 女生特別喜歡 所以這個是華粉的最愛 不用下載什麼其他的軟體 就直接用他自帶的相機也能夠照得很美 對所以這也是華為的特色啊 好那時間的關係呢 稍坐休息整點新聞之後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看今天早上八點鐘的 脫投票啊 因為明天早上八點還有一場 對 那時間關係我們抓住休息 一會見 一會見 這裡是WTVNews正點播報 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的1月16號 星期三 農曆的蠟月十一 接下來我們繼續關注一下 新西蘭全國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氣狀況 奧克蘭明天將會是多雲天氣 氣溫是18到24度 首都霍林頓明天也是多雲天氣 最高溫度是回升到了23度 漢密爾頓明天將會迎來晴朗的好天氣 最高溫度達到26度 基督城明天是晴建多雲 最高溫度25度 皇后鎮多雲13到26度 那麼即將到來的這個星期六 奧克蘭預計將會是萬里無雲的晴朗好天氣 非常適合一家老小出門遊玩 那麼這個週末呢 大家不妨帶著家人約上朋友 一起到奧克蘭西區的The Trust Arena 參與2019年週年新春嘉年華 隨著春節的臨近 新西蘭的各種各樣的慶祝春節的活動 也是拉開了帷幕 1月19號在The Trust Arena 舉辦的2019新春嘉年華活動呢 現場將會有非常多的美食趣事 我們中華電視網的所有主持人 都會在現場給大家拜年 當天從下午3點一直到晚上10點 7個小時的活動呢 將會全程直播 通過我們的TV29電視頻道 AM936廣播渠道 以及中華電視網的官方YouTube頻道 放送給全新西蘭 甚至是全世界的華人朋友 除了精彩的文藝節目 傳統的中國美食 當晚還會有華麗的煙花秀 希望大家能一起到現場來 共同感受節日的氛圍 好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關注新聞 新華社報導 新西蘭國家水勢大氣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指出 南極大氣層的長期數據分析顯示 南極的臭氧層正在緩慢的恢復當中 這些數據是來自新西蘭南極科考站 斯科特基地的觀測實驗室 那麼實驗室在過去30年中 一直在記錄南極的臭氧數據 是世界上長期開展南極臭氧空洞研究的 權威機構之一 新西蘭相關機構分析這些數據之後呢 表示 隨著國際社會 逐步停用律服廳等破壞臭氧層的物質 南極臭氧空洞正在變得越來越小 雖然這個南極臭氧空洞總體上是有所改善 但是數據仍然是存在一些反常的情況 這表明一些國家是違反了國際法 再次使用律服廳等破壞臭氧層的物質 高空的臭氧層可以吸納紫外線 保護人類等等地球上的生物 但是人類排放的律服廳等物質呢 會破壞臭氧層 20世紀南極上空呢是出現了臭氧空洞 為此呢 國際社會在1987年是通過了 蒙特利爾異定書限制生產和使用律服廳等物質 好接下來我們一起來關注國際新聞 加拿大人羅伯特·謝伯倫格是因走私毒品罪 昨天在中國被判處死刑 沒收全部個人財產 中國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 從早上8點開始重審這一案件 法官經過大約10個小時的審訊 是做出了上述判決判處死刑 大連市人民檢察院在法庭上指控 謝倫伯格是參與了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 涉及外籍和中國境內的多名人員 而且呢在大連境內實施一系列的走私毒品活動 企圖將222公斤的冰毒運往澳大利亞 控方認為謝倫伯格在案件當中是主犯 屬於犯罪寄罪 當事人的律師表示呢 將對這個死刑判決提起上訴 加拿大的總理特魯多士表示 加國政府會替世界各地被判處死刑的加拿大人說情 他指責中國已經是任意動用死刑 英國媒體BBC是將這起案件 與中國華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一事件呢 是相聯繫 認為啊這將加劇兩國的外交爭端 那麼針對加拿大總理的指責 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華春瑩 在記者會上回應表示說此話差異 華春瑩說 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認的嚴重罪行 社會危害極大 各國均予以嚴厲打擊 中國同樣是嚴懲不待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這就是法治精神 加方有關人士的言論缺乏最起碼的法治精神 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敦促加方尊重法治 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 糾正錯誤 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那麼這一案件呢 在西方同樣也是非常的受到關注 儘管有一些人會歪曲解讀此案 但有一個重要信息 還是會傳遞到加拿大和西方 在中國販毒的風險 必在西方要高 有死刑在等著鋌而走險的人 那麼中國為執行本國法律不具外部的壓力 這個信息同樣也會被傳遞給西方社會 好 感謝您關注這一時段的大白TVNews正點播報 我們再會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後半段 我是David政經緯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 今天早上8點鐘的時候呢 英國的下議院進行了投票 沒錯 那投票的結果呢 當然第一時間也出來了 是 那麼關於這個特雷沙媒脫歐計畫呢 是被432票減至了這個202票的贊成 所以說呢也是創下了紀錄 反對是432 贊成是202 對 中間相差了130票 換句話講呢 在這個數字當中啊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為現在特雷沙媒的保守黨 是英國的這個執政黨啊 那在這次投票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執政黨就是贊成啊 這個脫歐方案的202票嘛對不對 藍色的部分 那這個其中呢 有196票是保守黨 對不對 其他還有一些有黨啊 什麼工黨跟另外一個黨支持他 但是呢你看到他們自己保守黨 有118個同志跑去了反對方 118個對不對 跑去跟工黨結盟站在反對面 所以換句話講 對於特雷沙媒來說呢 現在真的是 我覺得有點信任危機嗎 是有點兒 沒有政治生涯即將告終 此話整說啊 來我們把時間推得快一點 明天早上8點 英國時間晚上7點 下議院呢 還要再一次投票 那這個投票是由誰提的呢 是由工黨黨魁啊 就在畫面上這一位啊 這個坐在特雷沙媒旁邊的 右邊這個公黨的這個黨魁啊 他提出來的 那他提出來什麼呢 就說對於現在的政府的不信任案 這個Jeremy呢 提出這個不信任案呢 之後啊 現在國會啊 在明天晚上這個7點 我們的8點早上 就要進行對特雷沙媒 這個整個政府的不信任案投票 如果沒有過 就是說不信任的比較多的話 特雷沙媒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宣布解散國會 重新舉行大選 這個對他來說呢 他勢必要交出保守黨黨魁的位置啊 那是一定要交了 對不對 因為你代表你垮台了嘛 對不對 你垮台了那麼多人不信任你嘛 對不對 那你再帶領保守黨 再回來大選 保守黨還能贏嗎 肯定不能贏嘛 你一定要回家了嘛 所以政治生涯能不能告終 明天早上 8點鐘 Yes 就要看看是否是要進行下一次大選 那如果說 信任投票通過的話 那他就繼續呢 收一個爛攤子啊 因為現在這個 你說他會不會其實也並不是很想 說不定也趕快想把這個爛攤子給撒手了 可是你不要否認能當到首相啊 做政治人物來講啊 那是一輩子夢寐以求的一件事啊 是 政治人物那麼多 對不對 能凹到這個位置 特雷沙美喔 聽說他為了他的政治啊 他沒有小孩 他然後呢 永遠穿高跟鞋 是 窄裙 再累 永遠登的高跟鞋 就是說 在很多方面 那更不要說他老公為了他 犧牲啊 當他的那個幕後的那隻手 對不對 所以做政治人物啊 你不是說 像我們講的都是像 當然我們現在國會議員都還在度假了 他們要到情人節之後才開工 是 對不對 但是你看 哎呀我們不是之前說嗎 特雷沙美這個說他什麼無可取代 也是 無人取代 無人取代 當然現在 可能沒有人想要去接受這個爛攤子 但現在如果這個國會 在明天呢對他提了不信任案過的話 那現在想當保守黨黨魁的人一缸子啊 對不對 大家都想出來了 大家都可以取而代之 那當然現在工黨提出的這個所謂不信任案要解散國會啊 是對英國的整個政治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動盪 但是這是一馬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脫歐啊 這個還是要走下去啊 對不對雖然今天沒過脫歐方案沒過 那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補救方法 呃比如說啊像是第一個是 延遲分手 延遲分手 你還是想持續嗎 延遲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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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們在拖池大概7個月 就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轉換 比如說脫歐的一些 因為原先是3月多就開始脫歐了 那進入談判到明年的12月完成談判 就正式脫歐 那現在看來呢3月這個啟動日期 大概要向後推 延遲分手 第二個是繼續留歐 那就臉皮一馬黑 後臉皮就賴下去 就說我不走 還是繼續留在歐盟 我就留在歐盟裡面 我不走了 隨便你們怎麼笑我 我不走了 我覺得這個笑是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說 前面真的是折騰了太久 兩年呢 太久了 然後你現在突然發現一個 OK那繼續留歐吧 就臉皮一厚嘛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第三個就是再次攻投 這個又回到原點 要再次攻投 你投了你還是啊 那你繼續留歐 好萬一攻投說我們要脫歐 對不起 惡夢再來一遍啊 對不對 做完一次惡夢再來一次惡夢啊 那當然呢這個英國人呢 現在對於特雷沙梅啊 這個評價呢 在昨天就今天早上 天哪這啥 國會在投票的時候 嗯 他們在國會外面啊民眾啊就演了一個這個行動劇 對不對 這個聽廣播的朋友來形容一下給他 這個是一個特雷沙梅的木偶頭啊 這個是有一個人 真人對真人帶著特雷沙梅的木偶頭 他站在了一個類似於泰坦尼克號的船邊 然後坐著泰坦尼克號 有一個You jump I jump的這個手勢 前面就是一座冰山下面是海浪 所以說呢是想要表達一種 他要赴死的決心 說他這個脫歐簡直就是找死啊 然後旁邊呢還他手拿著這個救生圈 對但是問題是這個也救不了他嗎 能不能救他 救生圈上面寫的也是公投啊 所以這個這個就是方案能不能這個 當然現在來講特雷沙梅呢 這個突然之間我覺得他變老了 哎呀對我也想說 憔悴 剛才我想說哇拖了兩年 感覺他都人老珠狂的感覺 他以前我記得剛接英國首相的時候 風韻有蠢 對雖然是半老徐娘對不對 但是呢中年婦女 但確實就是你說的有那種風韻 就感覺那股精氣神還是在的 可是你看他這最近拍這張照片 有一點我覺得有點像英國女皇 現在的這個樣子 英國女皇比他還精神呢 英國女皇比他精神 但是他現在的這個勾搂的這個身影 這個背影 有點像你看英國女皇現在的樣子 對不對 好那當然在現在來講的這個硬脫歐啊 已經是變成一個似乎是很多英國人啊 還蠻支持的說我們要強硬一點 因為現在最大的爭議是啊 在這個特雷沙梅在過去兩年跟歐盟啊 在那邊弄了半天說我們要分手啊什麼什麼 好歐盟很乾脆 因為歐盟有20幾個成員國啊 很難搞定啊 好不容易就20幾個成員國說好 好那咱們一口價390億英鎊對不對 也別600億也別500億 390億一口價脫歐 你留下350億英鎊 然後呢咱們就對不對 好聚好散好聚好散 好那特雷沙梅說這樣好 謝謝大家給面子啊 從500億呢降到390 好了那他就回去啊 他就跟國會報告 說我們現在要分手費390億 當然中間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 多少頁280頁對不對 這280頁厚厚一本啊 那講完了國會就說 你講笑話對不對 我們只給你 說不行再去談 那特雷沙梅說談不出來了 390億啊我已經是拼了老命啊對不對 跟26個人要都要同意啊 390億我已經拼老命我談不了 現在呢我在國會啊 你們看你們意見 大家投個票能不能過 話說這是去年底的事 在特雷沙梅一摸底氣不夠啊 同黨同志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390億 那簡直是把我們褲子都給脫了對不對 就窮了嘛不行脫 那不能答應對不對 那就脫到一月中 最後他們說最後能拿出多少錢 他當時只給20億啊 對20億 對21英鎊 390的20那差多少啊 是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基本上呢 這個英國縣這批人就說 特雷沙梅啊你再回去 跟歐盟說啊 你在國會啊沒搞定 390億沒希望 看看大家能不能啊發發慈悲 再降一點對不對 這樣也不可能降到只剩只剩20億啊 但歐盟說這個這個不是我 譬如說法國不是說 我說的算啊 德國也不是說我說的算啊 要26個成員國啊大家都答應 因為呢歐盟啊在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說基礎建設啊什麼什麼東西 可能進行到一半 對啊你不出錢 那就大家要買單啊 工程不能不做啦 火車鐵軌做到 收到一半好 終點站就在那 不做了沒錢 大家走過去 對不對 那變成大家要貪 對不對 這個不是因為這是一打一的事情啊 就是當時那280也其實已經算好了 比如每個項目 對 或每個條例和就是 總共390億都不能少嘛 對不對 那他現在說 再少 再少就是他們那邊要加錢啊 對 他們怎麼答應 對 所以特雷沙梅呢 現在我看他真的是 進退兩難 他現在喔其實 現在他好像有點在面臨審判 就像剛才我們的那張圖片 我覺得前面是冰山 要不然你就撞冰山 後面是火海 你要不然就是撞冰山 要不然就是進火海 他現在第一關就是明天早上 8點的 不信任案 好就算過關 就算過關之後呢 依照英國的法律啊 他有三個禮拜 可以提一個第二版本 但第二版本他其實提不出來 390億這個東西啊 是已經說死的 嗯 對不對 就算他提一個第二方案 那你不可能變成190啊 對不對 還是要390 那你國會通過的概率呢 也微乎其微 就是如果說要脫歐的話 就硬要脫歐 必須要拿出錢來 對 也那麼多錢 如果你不脫的話 就真的可能 沒得談的嘛 英國國內的話 也有反對你的聲音 因為現在反對的人太 就國會議員當中啊 600多人當中啊 有將近130個國會議員 反對他對不對 是 如果說今天沒有那麼多 一半好了 一半反對 他還可以去跟歐盟啊 說你看 現在呢你只要再讓一點 這個70個啊 我去搞定 對不對 我再把他們說服一下 讓這個主力呢 小一點 你這邊讓一點嘛 但問題是 他現在跟歐盟說你讓一點 我們說130個 我讓這一點 你搞得定嗎 對不對 還是搞不定嘛 我零頭不要 那你還是搞不定啊 對不對 390已經是零了 對不對 所以說 現在看來特麗莎沒 他現在真的是準備啊 他的政治聲明要結束了 因為做政治人物啊 一輩子當中 第一想當大官嘛 對不對 第二想做一件事 名流清洗 清洗 對不對 但是當時我們也講了啊 說如果說他能夠把這件事情 稍微處理的好的話 那當然他就是英國的第一人吧 算是 英國第一人了 算是處理這個事情的 但如果真的做的不好 就是一臭萬年 對啊 現在的話看樣子 當時我們說到 是說的挺簡單 做的好 但我們剛剛也看了 那三個補救方案 都很爛 都很爛 沒招 也真的沒招 對不對 你留在歐盟 那你跟你沒拖 因為英國很多反對的國會議員說 你談的這種所謂軟脫歐的條件啊 其實跟留在歐盟啊 沒差別 只是沒有名分 比如說就像那個小三嘛 他只是沒去結婚登記 但是呢 他還是 還是有感情在的 對還是有感情啊 對不對 還是有夫妻關係啊 那種存在啊 對不對 只是沒有名分啊 夫妻行為沒有夫妻關係 夫妻行為 違法 好 那當然呢 這個他們意思說 你軟脫歐啊 跟沒脫一樣 咱們呢 就來個硬脫歐 硬脫歐 但他在上面說不能硬脫歐 硬脫歐之後啊 對我們很酷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啊 生意要做 因為國與國之間啊 大家要訂貿易協定 你硬脫歐代表翻臉 誰都不跟你談了 大家都不談了 英國啊 好歹東西過去是賣到歐洲 對不對 那人員往來 貿易 關稅 你說硬的 那你說我就這樣幹 誰理你啊 你現在又不是美國 美國都不敢 而且當時我們也講到了說 這個特雷莎美哈 他好像也脫這個決定 不是他做的 也是做了公投的 公投啊 你公投了我去幫你們去談 收這個爛攤子啊 收這個爛攤子 我要加錢 你們這邊也不同意 不給 因為他們說給了390 就等於是要脫褲子嘛 對不對 而且跟脫了跟沒脫一樣 所以呢不脫 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這個硬脫歐啊 好像是一個唯一選項 但是硬脫歐 他們說對英國的損失啊 會高達四兆 那個很可怕 他是長遠的 影響的人 譬如說今天 有一個德國人 他在英國啊 他可以工作 他可以各方面 因為有歐盟關係嘛 對不對 好 脫歐之後呢 他就必須要離開了 因為他是外國人了 他突然間變外國人了 那這不是他們英國之前 就是覺得你們在占我便宜嗎 可是問題是假設這個人呢 他在英國開家公司 他變外國人之後呢 他就要走了對不對 他不能在這邊開公司 那所以說當時公投的時候 他公司就很多人失業了 就所以說當時公投的時候 沒有跟大家說 我們後續會有哪一些特別 光講分手費 都沒人算得出來 對大的影響 這就相當於 就像我們之前說 新西蘭這個 投大麻娛樂和麻 也要跟大家講清楚危害啊 或者是在哪裡 別到時候 真的是通過了之後 爛攤子誰來收 對 所以這就有問題 那當然呢 這個英國脫歐啊 為什麼今天呢 大家那麼關注 因為跟全世界的經濟啊 影響很大 沒錯 因為呢大家都知道 現在中美貿易戰 打的這個事啊 雖然是兩國之爭啊 但實際上全世界的經濟啊 已經都倍感壓力 對不對 那英國如果在這時候呢 再來搞一個 硬脫歐 他自己啊受傷 歐盟啊 其實也會受影響喔 沒錯 各位要知道歐盟如果經濟啊 其實歐盟整體的經濟損量 比美國啊還大 如果歐盟啊跟這個 這個英國脫歐之間啊 產生了這個 經濟上的這個下滑 對 比如說市場的不確定性啊 大家之間貿易糾紛啊 什麼什麼弄來弄去之後呢 整個歐洲經濟如果衰退 各位要知道 那種衰退啊 很可怕啊 整個世界的經濟啊 就要陷進去了 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啊 本來這個中美貿易戰 就已經讓全球經濟放緩了 大家那時候已經還在觀望 都在放緩 覺得說兩邊要打仗了 那我們小心點小心點 那明天看來這場投票對我們 雖然說我們身在紐西蘭 對我們也很重要了 太重要了 對不對 希望他保住啊 對不對 但是沒辦法他現在的 就算他保住了 這個他的這個政府 不被不需要解散 但是這個脫歐的問題呢 他沒消失 他還是擺在那裡 對不對 對你還是得要去解決 對那個亂攤子還在 對不對 只是現在呢 搞不好特雷沙美啊 豁出去了 明天呢他自己給自己投一票 反對 不信任 他老娘不幹了 我乾脆出去 你們誰願意來 有能力誰來做好 對對對老娘不幹了 讓你們幹嘛 對不對 因為確實現在誰接英國首相 沒有人要接啊 無人敢 無人想取代 沒有人能取代 這真的是太難一件事情 但是英國這個脫歐事件呢 影響的範圍之巨大 跟世界經濟之影響 其實對我們來說呢 是這個水波效應啊 早晚 波及到 早晚會波及到 因為我們跟英國歐盟啊 都有貿易往來對不對 好你現在呢 他在那邊兩邊 搞這個貿易糾紛 我們的產品啊 一定受到衝擊 是 對不對 一定受到影響 當然回頭就搶到 我們的國會啊 我覺得現在 這個我們的 賈森達爾登 帶領的這個聯合政府啊 現在這口光景啊 還真的是好險啊 沒有驚韜巨浪啊 對 不要站鐵達尼上啊 對不對 很幸運啊 對不對 人家那邊 你看特雷沙美 就硬著逼著上陣 這大過年還沒過完呢 對不對 就要開始你看 過年 一下就 感覺他昌老了有個五六歲吧 聖誕節 我告訴你 他不知道怎麼過 一定痛苦不堪 所以我們現在政府面臨的問題呢 就是即將來到的2019年 因為往年呢 任何這個政黨 因為紐先生是三年一任 第一年呢 這個政府上台之後呢 就是熟悉環境嘛 對 因為在下面做了九年 突然當了這個總理跟部長呢 這個該怎麼 適應一下 該怎麼批功文要學一下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年呢 基本上是新生 適應和學習階段 新生到校 適應 好 那基本上能做事的都是第二年 那就是今年 就是今年2019年 基本上能做事 那為什麼第三年不能做事呢 要忙著大選 yes 要準備 下一個三年我們的計畫是什麼 就譬如說有人過生日啊 有那個社團 什麼週年慶啊 有誰嫁女兒啊 都要去 是 對不對 要勤跑基層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國會議員呢 一任三年 只能一年做事 另外兩年呢 第一年是新生入伍嘛 還在摸環境 那第二年呢 就是今年最重要要做事 那第三年呢 他就沒時間了 他就跑外面了 對不對 那國會呢 基本上呢 就意思意思 對不對 然後因為如果這樣說 2020啊 大概9月10月叫選舉 你想想看 你都過完年 2月上班 就你9月選舉 已經半年了 那你還開什麼會 什麼法案 沒關係 交給別人 自己去跑基層 對跑基層 拉選票 制定政策會在19年的時候 就說出來 我們要幹嘛 因為最現實的呢 這個國會議員 其實比我們可憐多了 我們呢 他找到工作 你只要不犯錯 基本雇主啊 不能開除你 對 但國會議員呢 他找到了工作呢 他三年之後啊 合約到期 他要是表現得不好 他就回家找工作去了 他們還是要有每三年一個的選舉 選舉啊 他選不上他不是就回家 對不對 你回家以後怎麼辦 叫找工作啊 是 我們壓力比他輕啊 對啊 但是我們把他選上去也是想要 讓我們 讓我們壓力比較輕一點 所以他不做事 他叫失業 失業叫找工作 所以呢這個做這個 但如果人人都能秉持著這種觀念的話 這個國家運作 但沒有辦法 很多人啊 這個譬如說呢 還沒選舉 他基本上呢 眼睛都在標準位置 但選完之後呢 這個眼睛就上移了 就移到上上去 對不對 我跟你不是一個level的 那我就看天了 對不對 看不到下了 只能看上了 好所以呢這個 如果沒有移上去的 基本上呢 都能連任 那個眼睛要是移位了 就可能選不上 沒錯 水能在周一能覆周嘛 對 沒錯 好講到這裡 時間關係稍稍休息 待會回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地球有沒有呢 被撞擊的危機 好嗎 我們一會見 一會見 您好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 我是David 鄭經緯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 有電話在線上 我們來接聽一下 您好 喂 這位朋友您好 看起來我們電話好像有一點問題 今天是 對 是我們電話有問題還是 沒關係 歡迎再次播 透過手機短訊平台 021-2010998 可以跟我們取得聯絡 那我想呢 再來呢 這個要繼續講新聞之前呢 看到我們昨天 在經緯點評當中 我們做了一項民調 沒錯 在昨天的經緯點評當中 我們問大家 您認為 我們的國家 需要技術移民嗎 77%的朋友選擇需要 17%的朋友選擇不需要 還有6%的人表示了不確定 是因為我們談到移民 技術移民的數量下降 對 對不對 不需要的是不是 在這邊的技術 已經有了 他覺得大概足夠了 市場足夠 當然呢 認為需要的還是蠻多的 大多數的 對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民意的反應 是 因為曾經呢 這個有一次呢 我跟那個國會議員楊健 談到了關於我們的這個 幾乎是每天呢 經常性的這個民調 他說他也在看 就是經緯點評嗎 對 因為我們常常會做些 這種小民調 雖然呢 數據庫並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 也反映華社的一些意見 沒錯 所以他說他也看 他也在關注啊 說欸 華社現在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或對這個事情的意見 沒錯 其實呢 我覺得我們只是給大家 提供了一個窗口 一個平台 發表你的意見 大家不要覺得說 發表在那裡又怎麼樣 那裡又看不到 又怎麼樣 但是呢 他們還是要去看 因為他們還是要走近民心 知道人民群眾 究竟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還問楊健說 你聽嗎 他說我聽我聽 我都有聽我都有看 對不對 那表示呢 大家的意見啊 雖然參與了民調 那不一定會立刻變成 政府施政的一個 方向 但是已經啊 慢慢讓這些政治人物 國會議員呢 他們也去關注 說喔 華社啊 對這個事情的態度 沒錯 這個蠻重要的 希望今天呢 各位繼續投票 因為今天呢 我們問到各位 對於2019年的政府啊 各位 覺得他當務之急 應該做哪些事 對我們有些選項 會有選項 你可以覺得說 政府要快點做這些 或政府應該快點做這個 是 如果你覺得選項 沒有涵蓋到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 發表你的意見 我們明天念出來給你聽 哈哈 好 那講完這個之後呢 進入我們今天另外一個 比較科學的這個範疇啊 我發現我們其實每天都會跟大家講一講 科幻或科技的一些東西 因為大家都比較關心嘛對不對 我們這個知識面很廣嘛對不對 什麼都講 對 現在跟科學有關的 現在講一下呢 地球啊 一直以來大家都說 當年上面有很多恐龍 恐龍會消失呢 因為是彗星狀地球 哎呀 這個感覺是在科幻片當中出現的這個事情啊 但是呢 確實被這個美國太空總署 也就是NASA公布了 他說 最遠小行星貝努與地球和月球的合照 同時也預測了貝努的移動痕跡 發現他有機會於下個世紀時接近地球 若是撞上地球 威力會光就是會有廣島式原子彈爆炸的8萬倍 嗯 那麼這個歐西里斯號呢 在抵達貝努的前一個月 曾經探測到有水和礦物的踪跡 而這些礦物質呢 都要有液態水才能完成 所以說呢 推測過去可能存在著液態水 在這個小行星貝努上 綜合外媒的報道說 這個貝努重達8700萬噸 直徑可是比香港中環廣場的長度還要高 重量呢 甚至比這個泰坦尼克號的重量是多達1664倍 如果說它撞上地球的話 威力是剛才講的廣島原子彈的8萬倍 不過呢 專家對此事也聲明了 就現階段而言呢 無需過於的擔心這個世界末日 因為貝努呢 是預計在下個世紀 才會接近地球的 而到時候它會在月球和地球之間經過 引力呢 也會將行星的軌道進行改變 同時也預算撞上地球的幾率是2700分之一 是 對所以說呢 這個剛才講的美國太空探測船 歐西里斯這個雷克斯 目前呢正式圍繞著小行星貝努航行 也是於上周拍下了小行星貝努地球 及月球的合照 這個圖片當中啊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找到給大家看看 說這個地球和月球 看起來和它對比起來是非常小的 是 對那麼據了解科學界經過推測之後呢 在億萬年前因為小行撞地球 把化學物質轉移到了地球的表面 才得以孕育出現在的生物 所以說歐西里斯號呢 將會將小行星被弄的石頭樣本 收集回地球表面 希望更加能夠了解人類的起源之謎 是那當然呢也有人擔心啊 說如果這種行星啊要撞擊地球的時候 是 該怎麼辦 所以好萊塢呢以前拍過一個大片 這個就用那個太空人呢 帶著炸藥飛到那個 先把他們炸了是嗎 小行星上面降落 然後把它炸碎 炸碎之後呢帶核彈上去 把它炸碎 炸碎之後呢 它就不會影響地球 就聰不聰明 很聰明啊 我覺得好像美國科畫面會做出來的事情 對 那當然實際上呢 在過去的這個昨天今天啊 分別有三顆非常小的行星啊 經過地球 那距離呢是這個 有多遠呢 大概是做個比喻啊 就是地球到月球的 大概這個距離啊 的八倍通過 也算呢算 也算大了 因為大概都有一個 一個一百米啊 八十米啊 是 因為地球來講呢 經不起撞 真的撞一下呢 我們講嘛 整個地球的生態啊 氣候 全部會改變 對 對不對 就是你剛才講的恐龍 關於恐龍滅絕的那個事情嘛 你也聽過對不對 對就好像就是說 因為 彗星撞地球好像是說 才發就是恐龍才大規模的 這樣一個滅絕 對 因為呢突然呢 這個烏雲密布啊 這個遮住了陽光 地球溫度下降 植物死亡 最終呢恐龍啊 沒東西吃 那感覺這個地球 冷死了 凍死了 餓死了 但是地球我們說的 到現在有 供我們生活的水 空氣 那這個治癒能力也是要很 很長幾萬年啊 對不對 幾萬年時間 所以人類呢 回頭去看呢 在我們生命這100年好了 跟整個宇宙相比呢 那是微乎其微啊 對不對 對 因為最近有在很多 短視頻當中看 就說 你以為就是你很 就是地球很偉大嗎 但是就把地球放在這個 和其他的木星水星火星比 然後再放到太陽系比 然後再放到整個宇宙比 還有宇宙之外 可能還有天 其他的天庭 就感覺 還有好多個太陽系 對 就感覺好像我們的事 有些人說宇宙裡面 有好多個太陽系啊 是就感覺 每天生活的一些 煩惱壓力 看看這樣的轉視頻 對 就想多了 就覺得人要退一步啊 太渺小了 太渺小了 因為以現在的人類來說呢 這個確實啊 我們常常 為了一些小事情啊 常常比較糾結 是 有時候看看這些 科技新聞之後呢 突然會覺得說 啊 珍惜當下 活在當下 對對對 心胸就開闊了啊 對你看他就說可能就是 下個世紀會撞擊 但是機會是2700分之一 而且那個時候可能引力改變 也說不定 或是那時候發射核彈很方便嗎 大家那個發射洲際飛彈就 就去了 把它打掉也不一定 對所以說就像剛才我們講的 勸大家海闊天空啊 是 實際上呢說真的這個科學的新聞啊 我們也是希望在不斷的報導當中啊 更希望很多年輕人啊 能夠在這方面啊 投入開始研究 因為畢竟來說呢 人類呢 整個文明歷史來看呢 對於宇宙這一塊呢 是非常的陌生 非常的遙遠 當然隨著人類的不斷的文明進步啊 那像中國啊最近也登月 對不對 那當然對於這個未來啊 還要去太空探險 還有更多太空人 而且當時就是現在不是有 俄羅斯有人帶人去月球 還是帶人去哪裡的一個 就是帶人繞 帶人繞地球 是一種旅行方式 還有很多人去報名參加 是美國吧 然後美國有登記嘛 說要帶大家去太空 對就是要先交多少多少錢的訂金 然後帶你去太空 那維京航空的老闆 他呢就設計一個叫發現者號 他的概念呢 是一架大飛機啊 其實是像兩架飛機黏在一起 中間呢有一個艙 他就開始飛 盡量的飛啊 飛到這個同溫層最高 大概幾萬公尺的高度的時候呢 這個太空艙啊 脫離這個飛機 然後呢用噴射火箭呢 朝這個太空衝 衝衝衝衝到哪呢 其實就衝到大氣層的外面 在這個等於是低太空的低 最低的太空最起碼 去旅行一場 已經脫離一個 剛剛脫離那個地球引力的地方 那個人呢會開始飄了 他們就沒有再往外走了啊 然後呢就那麼繞一下 他們就回來了 一個人呢30萬美金 對還有很多人去耶 很多人登記啊 對 那那架飛機呢 最近啊剛剛試飛成功 他們聽說在2020年呢 開始要商業運作 但先準備30萬 我們就報導報導就好了 那我們看一看就好 我們來接聽一下月線 你好 喂 你好 下午好 下午好 說說其他天體 撞咱們這個可愛的美麗地球的這個話題 好 請講 我的這個理解是這樣啊 就是說呢就是這個 整個這個宇宙外這個天體啊 喂 我再說 您說 這個宇宙外天體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個巨大無邊的一個高速公路 我們的球體啊 都在這個巨大無邊的這個這個宇宙當中啊 有各自的軌跡去進行這個跑 奔跑 各個速度都不一樣 是 正常形容下 你像咱地球的 你說那個恐龍滅絕那個 那個現在的考證呢 它也只是說一個考證 但是不是具體到底 是不是能夠科學把它論章出來 是 很難說都說不清楚的事 是 我想說的一點在哪呢 你比如說 假如說這正常情況下都有各自的軌跡 它在運行 很難相創 除非在一個什麼情況下呢 就是在我們這個所處置的太陽系當中啊 離我們很近的距離啊 除了有一個宇宙大爆炸 大爆炸 大爆炸以後呢 它就飛出來的其他這個天體啊 它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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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啊 發生了新的變化 軌跡發生了新的變化 亂套 要有一種新的平衡 這個新的平衡 又得經過多少一年 這個它的飛行啊 這個打亂了這個次序以後啊 它就很可能是有碰撞這個概念 是 如果近距離沒有這個 宇宙這個發生大爆炸這個情況 這個相撞這個幾率啊 是非常非常低 你想我舉個簡單例子啊 你比方咱們這個高速公路 正常情況下我們都是按照各自的這個速度 軌跡去開的 是 突然你這裡頭啊出現了狀況了 有問題了 它可能偏離了它的軌道了 撞到其他車了 它是這樣 這是屬於人為的 那你在宇宙當中互相的 它這個長的空間無比巨大 這個很很難想創 這我自己理解啊 是 謝謝您的分享 謝謝這位朋友啊 好的 那講到這裡時間的關係 我們稍作休息待會兒 繼續新聞今日談 我們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 我是David 鄭經緯 大家下午好 十三二 是的 話說2019年啊 這個是朱年 沒錯 對不對 那中華電視網在這個禮拜六呢 下午三點我們的活動啊 叫盛大舉行了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 從很久之前吧 告訴大家這個消息了 特別是在最近的節目當中 每一檔節目都有密集的跟大家 禍切的需要 因為有人可能前面沒聽到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禮拜六的下午 是 對對對 有電話要不要接一下 好來 你好 喂這個朋友你好 你好 來你請說 我想讓您再重複一下 這個周六十九號 在這個 哈德森活動 那個具體的地點 我在地圖上沒有找到 麻煩您重複一下好嗎 好的 您先收信好嗎 好了 好謝謝這位朋友 來 Summer可以講嗎 我知道場館在 The Trust Arena 對 那個一定能夠搜到 它是一個很大的體育館 離高速公路不遠 這樣子呢 明天啊 這位朋友如果聽的不清楚 明天我去用一張地圖 對不對 放在螢幕上 放在節目當中 大家怎麼樣搜這個地點 我們給大家做一個 沒問題 我做一土法煉鋼 對好 我就會做 做一個大地圖 放給大家看 這位女士今天您回去嘗試搜一下 The Trust Arena 西區的 西區的 如果說您今天收不到的話 明天關注我們的節目 我們會在節目當中 給地圖 給你地圖好嗎 對不對 讓大家能夠呢 找到這個最重要 是 但是呢大家不要擔心啊 這個地方呢 非常好找 因為它的場館好大 太大了 你好遠就看到一個大體育場館 對不對 就找到了 那第二呢 這個到了現場你也不要擔心 為什麼 那個人潮跟車流啊 你跟著人家走 往同一個方向 決定能夠到 對對對 就到了 你從高速公路或任何方向 你就看到大家那黑頭髮的 往哪走 你就跟著往哪走 是 你就一定啊 能走到我們那個地方 沒錯 大不了問人家一下說 你去哪 去中華電視網的新春花市 啊我也是 就這麼簡單啊 路上只要黑頭髮通通問 大家都去一個地方 對 所以說這個如果說您還搜不到的話 明天我們會提供更進一步的一些 詳細地圖 詳細地址 詳細地址 真的必要的時候呢 我們呢 你看遠遠的 我們還有交通指揮 會指揮交通 就是沒錯 你看 那個地方車很多 人很多 都黑頭髮 而且非常的熱鬧 太好找 你想所有的就是表演團體啊 或者是一些小吃攤位去 觀眾 對年貨或者觀眾 全部都集中在一個地方 太棒 走到西區順著人流就到了 因為在禮拜六早上啊 所有的這個商家 什麼參展的攤位 還有小吃攤位 全部已經到了 他們一大早就要去啊 對不對 該幹嘛幹嘛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對 也非常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支持 明天有地圖 有詳細的資料 告訴各位怎麼去 或者怎麼搭車 對不對 告訴大家一聲 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因為我們三點開始 活動呢 到晚上幾點 到晚上十點半 要把煙花放完了之後 不要擔心 所以任何時間到場 都是開始的時候 你四點來也不會錯過什麼 永遠不嫌晚 對不對 你五點來也不會錯過什麼 因為我們最後的 你八點來也不錯過什麼 開獎也會要等到 十點鐘才開獎 對 所以那個煙花是九點半燃放 但希望你不要晚於九點半 對 人家擅長你來了 對 聞一下煙花味 對對對 消煙味 所以呢大概最最佳理想時間 高度推薦三點鐘到 對三點鐘來吃吃喝喝 看看節目做一下 喝 約上朋友最好是 對 那是最佳時段 對晚上有特別的 其實一整天都有特別的會員 因為我還建議不要太晚來 一般我的經驗呢 我們的這個美食攤位 生意呢 那個隊伍都排得很長 爆滿 所以呢基本上呢 大概七八點之後呢 很多攤位啊 所有的食材已經賣光了 是還有小朋友的一些遊樂的設施 對 雖然有電話在線上 但非常抱歉時間啊 時間關係 到點 明天我們多留點時間給大家 關於這些 我們嘉年華的任何細節活動 你有任何問題 你今天啊 也可以發短訊上來 對 明天一起回答 對 好嗎 明天我們就結一打貨的時間啊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聰聽收看 我們就明天下午兩點鐘 空中再見了 拜拜 拜拜